大家好,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吗? 巴拉圭大选执政党获胜了 那台湾跟巴拉圭的邦交能够稳固多久呢? 那台湾又该如何突围中共的外交战? 另外,美国和菲律宾结束了联合军演 那非国总统立马访问白宫 那亚洲版的北约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吗? 来看今天的新闻大战场 第一个战场,巴拉圭大选执政党获胜 台湾邦交国能够报多久呢? 位于南美洲的巴拉圭 是中华民国台湾在南美洲的唯一的邦交国 那巴拉圭在4月30号举行了总统大选 那原本在野党承诺 如果他们胜选就要跟台湾断交 转而跟中共来建交 不过最后是现任总统培尼亚 以42.7%的得票率 大胜在野党的27.5% 所以台湾跟巴拉圭的邦交 渴望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只是呢 这个邦交关系能够维系多久呢? 相信是许多朋友好奇的问题 毕竟中共才刚刚从台湾的手里 挖走了宏都拉斯这个邦交国 让台湾的邦交国减少到13个 而且下个月 台湾的另一个邦交国瓜地马拉 也要举行总统大选 那大选之后 双方的外交关系 会不会有所变化呢? 也是在未定之天 好 中南美这个选举 已经几乎成为台湾跟中共的外交大战 那虽然这次巴拉圭是保住了 但是到底能保多久呢? 那台湾在国际外交上的舞台 会不会哪天被中共清零呢? 那这些问题我想聊聊我的看法 首先呢 这次的选举结果呢 虽然可以暂时地维持台湾跟巴拉圭的友谊 但是中共肯定还是会在幕后继续地上下其手 那我们知道 在国际政治上呢 两个国家要不要建交或者结盟的标准呢 主要有三个考量 经济利益 国家安全和价值观 那巴拉圭呢 在安全上没有立即的外来威胁 而且跟台湾没有共同的地缘政治敌人 另外呢 巴拉圭跟台湾 虽然有共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但是巴拉圭啊 过去十年来经济很不好 人民生活品质下降 那政府财政也不好 所以巴拉圭国内更迫切需要的是 经济利益和外来投资 还有 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 跟台湾相比呢 当然是庞大的很多 所以巴拉圭国内的农业和畜牧业呢 一直都希望能够把大豆和牛肉 输出到中国去卖 同时呢 希望中方能够提供更多的金钱援助和企业投资 来帮助巴拉圭改善经济 所以接下来可以预期 中共一定会紧抓这一点 来增加大撒币的银单公式 来利用巴拉圭要弃台投共 特别是巴拉圭内部还有比较严重的贪腐问题 这一点正好让中共可以见风插针 可以做权钱交易 因此 未来台湾可能得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和金钱外交 才能维系住巴拉圭的邦交 那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说巴拉圭迟早会跟北京建交 就是因为经济和利益的倾斜 不过呢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就是美国出手帮助台湾 像美国在去年底完成了巴拉圭牛肉的卫生审查 那预计今年就可以恢复进口巴拉圭的牛肉 所以呢 美方如果真的想要帮台湾一把的话 或许就可以拿巴拉圭牛肉输出美国的市场份额 来要求巴拉圭别跟中共建交 那一方面呢 是帮台湾保住一个国际朋友 那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反制中共对南美洲的瑞实力渗透 所以呢 我认为巴拉圭跟台湾的邦交关系呢 很可能会变成美国跟中共的代理人外交战 而巴拉圭跟台湾的友谊小船还能走多远 就取决于美中双边的外交博弈要走到什么地步 再来 台湾的邦交国会不会有一天被中共给清零呢 那我们知道 台湾这几年在中共的恶意掠夺之下呢 目前只剩下13个邦交国 而且多数都是中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那些 相对弱势的发展中国家 但是呢 现在对台湾最重要的可能不是邦交国的数量 而是对台湾友好的同盟国的实力 那现在啊 包括了英美、欧盟、日本、韩国和澳洲等等的 都因为地缘政治的安全 以及台海航运的利益呢 他们对台湾呢 都相当的支持 那他们虽然跟台湾没有政治的邦交 但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呢 都远远高于台湾的邦交国 那特别是韩国 过去韩国对中共是采取 适从主义 对朝鲜采取 绥靖主义的路线 但是 这次尹熙悦政府呢 也公开地跟中共切割 不但公开主张 台湾问题跟朝鲜问题一样 是全球性问题 不是内政问题 那他们还反对 用武力来片面改变台湾的现状 而且呢 在中共批评韩国之后 韩国又公开地回呛 中共是严重外交实力 这说明什么 说明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长期受到中共的恐吓 愚弄和欺骗之后呢 终于明白了 只有远离中共 不跟中共站队 才是保障国家利益 和国家安全的最好办法 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主要大国 都出面跟美国联手 要围堵中共 维护台海的稳定 所以台湾应该 善用现在 全球防堵中共的天象大局 运用自己呢 在第一岛链中心的战略价值 以及抵御中共扩张的贪投保地位 来跟欧美日韩等国家呢 来扩大交流 同时呢 也扩大了交换 台湾需要的各项外交支持 和实际的援助 那这样呢 会让台湾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 以及呢 更巩固的安全保障 那这也是其他邦交国不能给予的 那这就是外交上的 质变强于量变 同时呢 也是化危机为转机 第二个战场 菲律宾韩国向美国克隆 亚洲版北约诞生了 在上个星期呢 韩国总统尹席越才刚刚访问白宫 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呢 马上接着在5月1号 立达华盛顿跟拜登会面 那马克思呢 也是过去十几年来 第一位造访白宫的菲律宾总统 那大家知道 虽然菲律宾在历史上呢 跟美国有很深的渊源 还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 但是近年来啊 菲律宾跟美国呢 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那特别是前总统杜特尔特 他采取了亲中远美的路线 那不但积极地跟北京修好 在南海的问题上 不愿跟中共发生冲突 就连在台海问题上呢 他的态度也是啊 中国的事由中国自己解决 别国不应干涉 换句话说 他不愿介入台海的争端 不过呢 等到马克思上任之后呢 菲律宾的态度啊 就有了180度的转变 菲律宾不但对美国 增加开放了四个军事基地 让美方可以针对台海和南海 进行更近距离的军事部署 而且呢 美非才刚刚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那马克思还亲自到场独军 那演习结束之后 马克思就立刻飞到美国来访问了 好 请大家注意 菲律宾跟韩国最近的行动模式都非常相似 都是跟美方联合军演 总统访问白宫 开放基地让美军进驻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都跟美方发表联合声明 来支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他们在联合声明里头说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对全球安全与繁荣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换句话说 菲律宾也公开地跟美方站队在一起 加入了抗中共稳台海的队伍里头 当然他跟尹习悦公开支持台海相比 那马克思在这方面还是相对低调的 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到 一个防堵中共军事扩张的亚洲版北约组织 已经成型了 从北方的日本、韩国 到南方的台湾和菲律宾 再到南半球的澳洲 这条第一大岛链的防线已经组成了 那如果再把印度加上去 那么就会组成一个大东亚防控圈了 在这样的局面底下 我们不能保证中共一定不会发动军事冲突 但是至少他们在冲突之前 会更有顾忌、更有疑虑 从而达成了止战与未战 预防战争的嚇阻目的 那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菲律宾也跟韩国一样 都突然来个大转弯 改成了亲美远中了 那其实有几个重点的原因 第一呢 台海如果真的开战的话 那么在台湾工作的15万名菲律宾公民 就会有安全风险 所以马克思决定跟美方结盟 来增强在南海和巴士海峡 对中共的军事嚇阻 希望恶阻中共动武的企图 来保护台湾的非国人民安全 特别是去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让菲律宾认为任何战争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特别是乌克兰有个战场牵制了欧美 那中共就有可能趁乱进犯台海 所以飞国就找上美国来加强备战 第二 维护巴士海峡的安全 捍卫飞国的领土 如果台海开战的话 那中共海军和空军 势必会穿越巴士海峡与美方来冲突 到时候 巴士海峡的菲律宾岛屿 就有可能受到威胁 甚至还可能被中共占领 所以这次的美菲联合军演 还特地在巴士海峡的巴丹岛 来操演登陆作战 而且未来就可能在这里 部署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来打击穿越巴士海峡的中共军舰 第三 中共在南海强势的推进 那菲律宾的主权受到了严重威胁 中共发现菲律宾开始移情别恋 那就派出了外交部长秦刚 到菲律宾去访问 想要做违纪处理 但是呢 就在隔天 4月23号 就有中共的海警船 在南海拦截了两艘菲律宾巡逻船 而且还差点发生撞船 那这种恶意挑衅的举措表明了 中共在南海已经无视菲律宾 和其他国家的主权存在 所以菲国决定远中亲美 跟中共说拜拜 还有一个原因也很主要 就是中共长期的高傲的姿态 和霸凌的行为 已经让菲国政府和人民难以忍受了 除了刚刚讲的 中共海警船恶意拦阻 菲国巡逻船之外 那更夸张的是 中共驻非国大使黄熙连 在菲律宾对美国增加开放 4个基地之后 竟然公开的威胁说 如果菲律宾担忧在台湾的 15万劳工安全 就应该反对台独 而不是向美国 开放紧邻台海的军事基地 那这段话 不但是毫无人性的战狼宣言 而且更是对菲律宾的 死亡威胁和羞辱 所以菲国不但立刻反批中共 在制造恐惧与恫吓 还立马加速了跟美国 靠拢与结盟 而且菲律宾人民对中共的态度 也是非常不满意 在去年底 民意调查公司亚洲麦冬 做了个民调 发现有84%的菲律宾人民认为 马克思政府应该跟美国和日本合作 才能真正的捍卫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 所以现在马克思政府顺应了民意 不但与美国战队 也同时串起来美、日、韩、台、菲律宾 和澳洲的第一大岛链的反共防线 将来甚至还可能发展成亚洲版的北约 好 全球联合反共的趋势已经鲜明可见 虽然习近平一度想要搞修补外交 要突破国际的封锁 但是中共最近的几次军事挑衅和疯狂的外交言论 都一再地自毁长城 反而激励了国际社会的团结反共 加速了亚洲版北约的孵化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或许习主席有机会提名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那么这个亚洲版北约或者大东亚防共圈 就发展到这里了吗? 不是 后头还有好戏呢 接下来还有印度 还有太平洋岛国们会加入这个大战场 我们一起往后看下去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